在德拉战场取得完全胜利之后,公认的细军下一个目标,去北方省份,伊德利普,与基兰战场的德拉和库奈特拉一样,伊德利普省西部也是边界, 而且在库尔德武装丢失阿弗林地区之后,土耳其的军事影响力,也已经从北部边界,抵达整个伊德利普省,所以打不打伊德利普,要看土耳其的态度如何,就像之前的德拉三行玄武言行动,启动前要看每一两国颜色一样,从泰式上说,伊德利普是不好演战的, 首先这里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在阿斯坦那塔坎框架基础上构建的重要冲突降级区,其他几个在市军的打击下,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与大马是个霍姆斯等的冲突降级区不同, 土耳其在伊德利普和靠近阿勒坡省西部,哈马省北部,建立了十几个军事观察基地,进入为了应对市军可能的进攻, 土耳其军邦正在将这些基地围墙加固加高,针对伊德利普省其外围,阿勒坡西和拉塔吉亚北的军事紧张局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德顾文·亚欣·埃克泰指出,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普冲突降级区的攻势得以启动, 那么土耳其将会放弃和土一为主导的埃斯坦内阁市,然后安卡拉将恢复对伊德利普叙利亚反对派的全面军事支持, 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在第十轮所信息问题,阿斯坦那摩士和塔上表示, 如果大骂是个实施武力解决伊德利普军事问题,那么所有政治解决,方案将被废除, 不过叙利亚卡批北方战场的计划已经启动而且很难扭转方向,原因有两个, 首先叙利亚政府军不会容许伊德利普省受外部势力操纵, 继续游离在叙利亚主权范围之外,而且德拉三行的胜利更坚定了市军,光复伊德利普省的信心, 其二是土耳其正在伊德利普和阿夫林实施有毒的政策, 上月31日,叙利亚驻联合国大师贾巴里, 在俄罗斯所线,举行的新一轮阿斯坦那摄和解谈判期间, 抨击土耳其在叙利亚伊德利普省的侵犯是国主权的行动, 他着重强调着, 安卡拉在其叙利亚部队控制的地区, 也进了土耳其里拉土耳其货币, 贾巴里说,埃尔多安政府未能履行其关于伊德利普将其去的义务, 并表示大马士格将从叙利亚领土上提出土耳其军队, 与贾巴里从叙利亚领土上提出土耳其军队的态度一致, 被称为古军的老古师指挥官苏赫尔, 哈萨将军衬,我们将进入并解放整个伊德利普, 就像在东谷塔,阿勒坡和德拉一样, 没有人能够阻拦我们进攻的步伐, 看来土耳这次要彻底发脸了, 有俄罗斯官员近日在接受美提采访时程, 反对把伊德利普冲突降级区变成战场, 那里不应该成为进攻的目标, 但是伊德利普恐怕武装连续不断地针对塔尔图斯和赫梅尼姆军事基地的袭击, 并未得到土耳其的有效管控, 却应该倒就让俄罗斯忍无可忍了, 因此对于旭军的出击试水动作, 并不会真正反对, 果然是反对无效, 旭军老虎师主力一步二运在拉塔基亚北部山区率先开火, 对该地区的恐怖武装实施了毁灭性的炮火打击, 拉抬北方战役的帷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